我不得不受那份苦 不得不遭那份罪 我没有退路 杨磊 男26岁河北人 北京语言大学大专 工商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杨磊 来自河北张家口 我之前上到初中 就辍学 出来打工 有做过洗车工 有做过高空保洁 也有做过安检 后来我想 可能什么样年纪 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又回到学校上学 读了两年的中专 中专毕业之后 到了手足机场做安检 后来的工作 一直不是很稳定 从安检离职之后 有机会进到京东 今天来到这里 主要想寻求一份 运营支持 商务管理类的工作 以及现场各位老板 认为我可以胜任的工作 谢谢大家 26岁结婚够早 对 对 这个确实 你是工作了之后 再去读的这个大专呢 还是读完了大专之后 才有的工作 我是 先是中专毕业 中专毕业到了手足机场 做了两年安检之后 后来考取的大专 自己考取的 对 是成人的吗 对 成人的 那还不错 还一直是坚持学习 这点还不错 给他点个赞 觉得文凭不够 就学习了 然后再出来 就保安是在读大学之前的 那段时间 保安是初中毕业之后 够早的 你这个经历值上面 只写了两段 对 各位老板现在手里 拿的这个简历 没有完整的 麻烦老师能帮我 切开大屏幕的PPT吗 PPT上有完整的是吧 对 来把PPT拿出来 各位老师慢慢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我 从中专毕业之后 整个的一个经历 我们说最后一个吧 来观团网是吧 美团网 美团网 你为什么技术组长 后面又不干了呢 这次是七月份才离的职 是吗 其实我现在刚提了离职 还没通过 对 这薪酬多少 九千 离职原因是什么 离职原因是因为 这边的工作时间 是四班倒 然后我最近 就是从去年十一月份 家里的事情特别多 家里发生什么了 我老婆去年十一月份 得了乳腺癌 医生当时的说法是 非常严重 是恶性的是吗 对 然后是恶性的 基本上前妻就不敢告诉她 这个事情 后来因为我们家有小孩 越想越害怕 我就生怕 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结果 然后我自己跟家里人也商量 我说要带她来北京 我要带她找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医院 现在人怎么样 现在是放疗和化疗 都已经坚持完 做完了 人怎么样 人的心态也还可以 但是最近 因为我们结婚三年 事情特别多 前段时间我俩刚闹完离婚 闹离婚 对 其实我俩性格 性格特别不合 在生病之前 其实就有很多小的摩擦 然后一直到生病之后 从她 从手术室推出来那一刻 我就感觉我 好像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我都不想考虑了 我都不想考虑了 不想再去计较任何之前的事情 但是就在后续的治疗过程中 医生说如果说正常情态需要40多万将近50万一个费用 因为我家里只有10万 我特别担心 因为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病 我通过现在一个方式轻松筹 去筹款 筹了大概有13万多 全部都是亲戚朋友 还有其实最多的 就是我现在的这些经历当中的 每一家单位的领导和同事 其实在今天在这里 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第一呢 可能说 这个事情讲到这里 我需要讲一下 第二的话 我真的想对当时 对我们帮助过的4800多人 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